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公社点椒经验25堂课中的第四课 也就是独立式的水系统 那基本上给水系统它点椒的重点有五项 第一个部分的话要能够免除设备意外的伤害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强调是给水系统要免除噪音的干扰 第三个给水系统要避免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第四的部分的时候是要能够便利的维护保养 最后面的一个部分的时候讲的是给水系统要提供警戒与异常回报 那至于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地方的这个细讲部分 各位可以从文章看出来 那接着部分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另外一个细项 也就是说给水系统它为了能够便利维护它的细项到底有哪些 首先我们当然希望基本上要有爬梯 它要所谓的内外爬梯可以从外面爬进去 从里面爬进去里面的时候那当然也可以再清洗水塔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必须有所谓的水箱盖跟枷锁 那最好的话有人爬上去的时候要有监控系统的反馈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所谓的防虫网 第四个部分最好的方式的话是地下洋水池的部分用的是所谓的沉水式的不锈钢帮谱 那当然也要有所谓的各户的集中水表啦 那最好的方式因为水箱你要看它清洁与否 最好的方式的时候就是第一本上它如果水箱底贴排射石砖 然后水箱上头在溢水口的上方有一个LED灯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可以协助你很轻易的观察水质的好坏 那再来第七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水锤 跟所谓的中继水箱的噪音的消除隔绝 然后最后面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 万一这个洋水设备的时候给人家手动启动的时候 又或者是机器故障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它从水池里面大量的排水 它要有独立的所谓的专用跑水槽 那最后面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今天强调 你的那一个池内的给水管出去 希望能够比所谓的清洁排水款的出口要高 那最好的水箱要有所谓的母子水箱的设计 那这个部分就是稍微做一个分享 那更多内容各位可以参考 可以网路上搜寻就是所谓的公设点交经验的25堂课的第四堂课 然后应该可以看得到 在我的部落格可以看到文字内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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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